你好 我是建松 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我们每期都有专业分析师深度解析股市 打致总体经济小指股项走势 让一东西市场先机 公积金局EPF是全球十大退休基金之一 该局在世界多个市场都拥有显著的投资 希望能够取得优秀的回酬 将它用作派系用途的 这不只是为数百万的会员带来高于一般银行存款的利息 也为这个存户打造安稳的退休生活的 但一个异形的来袭 我国经济发展陷入困局 人民收入受到影响 也导致政府近期宣布 第四次允许存户从户头中提出存款的 那这项举措让很多人担心公积金局 未来数年的派息数额 就以前三次的支出为例 总提款额已经超过一千亿令吉的 那公积金局也坦承 该局必须脱售旗下的资产 以支付高昂的支出数额的 那这将直接影响该局的投资回酬 因为有一些资产是还没有达到成熟的脱售时期 但即时的提款的确可以汇集所有的人 但长久以来对公积金局来说 可能会影响存户的退休金 究竟公积金局的前路应该怎么走 该局又应该如何布局 本周我们请来马六甲证券研究主管 刘李玉为我们评论 李玉你好 嗨 杰总你好 李玉 我想了解一下 你看这个EPF这次是第四次允许用户 提出户头的存款 那感觉上这将可以提整整个市场的消费能力 但一次又一次的大出选 对这个EPF来说呢 影响了多大 还是这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我们以整个公积金的布局来说呢 如果这一个算是一次性的提款了 其实在非常时期就必须要用非常的手段 所以可能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操作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公积金每一年都会有contribution 也是有withdrawal的 就比如你到了50岁 55或者60岁 或者是甚至你的那一些 想要去投资unitrust也好 或者是投资于equity也好 你也是可以withdraw这个money出来 然后投资在股票当中 或者是unitrust当中 基本上每一年大概有400到500亿左右的这个钱 是withdraw出来的 但是同一时间 每一年也是有contribution about700到800亿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应该会知道怎么样去操作 因为他每一年都会需要抛售一些股票 然后套利 然后给这个股息 也是有很多withdrawal 所以基本上这一连串的 一到四次的特别的提款 对他们来说可能运作上有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其实在每一年 都有withdrawal的出现 所以对我的看法来说 肯定会有多多少少会有影响 刚才你说的1000亿嘛 对不对 在这三次的提款当中1000亿 这个是不小的一个数目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也是有contribution net contribution 基本上如果还有继续net contribution 进入这个EPF空经济 继续做出投资的话呢 基本上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们还可以运作过来的 明白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短期的影响 那长期来看其实还好的 因为每年还是有很多存款进来的 可是如果政府一直推行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 继续让用户去提款嘛 那公积金局他被迫要脱售 他们可能现在拥有的一些资产 可是那些资产可能还没有达到非常成熟的 稳定的这个阶段 你就脱售了 那对他的那个收入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那当然你可以讲他被逼脱售手上的这个资产 那也有些的情况之下 他们也是有一些 比如他们在过往的可能二三十年已经累积起来的这个资产 那可能他们可以抛售一些 我觉得基本上现在的感觉就是 如果我需要一个一百亿或者是两百亿的话 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出一些短期的调整 比如他用比较长期的这一个资产呢 然后offset于一些比较短期的资产 基本上如果他们可以net off 到一个0%或者是没有亏损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也是可以将这个当作是一个withraver给用户 我不知道他们操作是如何 但是我相信他手楼上有一些资产是可以套利的 比如在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能他们要套利一些可能property啊 或者是股票也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我觉得未成熟跟成熟的一起套利 然后保持在可能零八千以上 就是说没有亏损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我觉得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啦 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 他们可以选择脱售这个资产 那最快的套现方式就是从股票着手嘛 可是如果他们脱售这个股票 对本地上市公司 会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现在我们的股市其实已经蒙受的很大的这个压力了 那之前公积金局也承诺说要投入马股IPO10亿令吉 那这边你又出数百亿 不是很矛盾吗 那个数好像差很多 你要投的那么少 可是你要出的那么大 马股受到影响的程度 你觉得会很大吗 如果我们以这个FBM KLCI的这个表现来说嘛 从2020年最谷底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发生 所以很多人就抛售股票 那到了最低的是接近1200、1300、1300点 那现在是接近1500点 过往的两年基本上都保持在这个1400、1500、1600点的这个范围当中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这个上市公司受牵连 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 其实有人脱售基本上就是有人去买入嘛 对不对 外资基本上在2020年抛售了大概240亿左右 然后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抛售大概35亿左右 然后到今年为止 其实他们是算是一个进买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ETF或者是公积金不会一次性抛售 很大的压力去镇压这个市场 而他们会慢慢的去monitor到底要如何运作 才不会让到这个股市遭殃 连散户们都不敢进场的话 那个是最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他们还可以是manage的 而且在ETF立场来说 其实他们每一个月基本上有卖 也是肯定有买的 在不同的fund house或者是不同的fund里面 有不同的fund manager去操控 除此之外呢 ETF也是将大概10到11%的portfolio 给the party去manage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ETF有时候在一股里面 每一天都会有成交量 可能一天他们可以买 一天可以卖 或者当天也是可以买卖 就是因为有不同的fund 不同的mandate 所以我觉得他们怎么样都好 他们是一个很大的diversified的一个fund 所以他们不只是在马来西亚有 也在外国也是有股票 所以我觉得也不会让到上市公司收太大的天联 明白 那之前我看到一个资讯是有写到说 EPF大部分的收入都是来自资金市场的 那其实在马股方面我是比较好奇的 他们持有最多股权的其实是来自哪一个领域呢 还是与这个GLC居多呢 如果我们看数据来说呢 他们的G多在这个banking 你其实看整个FBM KLCI 基本上它都是有这个shareholding在这些公司当中 那我去collect了这个资料之后呢 我把整个他们拥有的shareholdings跟market value来说呢 最大的板块是在银行 也是FBM KLCI的最大的heavyweight 其实就是这个telco utilities 还有tplantation 所以基本上他们都是在我们economy当中是蛮有分量的 在FBM KLCI当中也是蛮有分量的 不代表GLC居多 如果你要看banking也是算是GLC的一种 但是他们除了GLC也有其他的counter 可以这么说吗 如果他们因为持有GLC居多嘛 还有这个银行股居多嘛 那如果他们要抛售的话 那银行股就是第一个会受到冲击的嘛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这个只是equity的那一部分 他们可能有bonds 他们可能有property unit在外国也是可以脱售的 所以基本上他们要脱售的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这个用户的提款的应急啦 所以如果以普罗大众来说呢 他们比较担心的是 今年你初选那么多 那明年的派息会不会受到影响 那你觉得公积金局在这个投资策略方面需要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才不会遍体鳞伤呢 在过往的这两年当中 其实也是有几次比较大初学的 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他们还是可以拍到不错的dividend 我相信他们的操作是有能力去承担提款 同一时间又可以给出不错的股息 我是觉得当他vedriver的时候 基本上他比如你100钱去投资我拿回6%的return 可是我同一时间如果我用50钱去投资 我也是投资在6%的return的这些资产的话 基本上他的派息的那一个动作 我觉得还是可以保持在这个5到6%的这个范围当中 明年会可能比较少一点 因为今年是真正的impact可能是在这几年当中 因为现在牵扯到会用到account1的情况 所以可能会比较的辛苦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能力的 因为他们还是有net contribution 然后让他们可以拿到dividend 就比如说我今年有net contribution of两块钱 那我拿两块钱又投资于6%的这个资产的话 基本上也是给我6%的回酬 这个就是可以派给这个用户的 不管怎么低也不可能低过银行存款 FD吧 所以大家可能也不用太担心这个EPF 所以反面EPF也投资了几十年 他们也非常有经验的 可是你觉得说EPF他们需不需要在未来一年呢 紧缩他们的提款方案呢 让他们的资金更为充裕呢 这个是肯定的 现在是政府已经开了这个头 然后让用户们可以提款 那我相信这个提款也是因为非常的时刻 所以要用非常手段 如果没有了这一个政策的话 会更加的好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 如果这些人都没有办法撑过这一次的难关 那又何来退出金呢 所以是两方面的说法 就是如果他们现在可以跨越这个难关 可能他还可以继续contribute to EPF 然后过后才会有更好的投资回酬 所以我讲是一个鸡蛋跟鸡的说法 其实我在想说如果公积金局它独立操作的话 它不受这个政治干预的话 那对整个存户的利益会不会比较受到保障呢 现在感觉上你第一次第二次第三第四 都是受到这个政治的因素在干预嘛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声音的话 它对这个我们全部人的利益会不会比较好 我的认为是对公积金应该独立操作 可是相对来说政府也是做出这一个手段 也是因为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 让用户们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唯有用这样子的做法 来让这个用户们可以享有好处 去渡过这个难关 那对于其他的用户来说 基本上你看啊 2-30%的人其实是少于10千块的这个savings 那其实他们也是为了这一个2-30%的人 但是如果未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知道 只是保护到这个2-30% 其他的75%的这个用户 他们可能拿的钱呢 不是出来应急 可能他们出来去旅行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觉得只要这个用户们知道 他们自己应该拿或者是不应该拿 才是保护到他们最好的利益 因为这笔钱其实是用户们 过后的这个退休金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应该知道 现在如果你拿出来 你会损失这个6%乘以 多少年的compounding interest 那个才是更加需要去了解的这个东西 所以政府敢于不敢于 跟这个用户的利益保障 当然是有影响 所以如果政治没有怎么样影响到 这个用户的基金提款的话呢 基本上用户的利益会更加受到保障 对啊可能大家也不需要太悲观 因为前出了也有很多受惠的单位 就比如说投资者可能可以考虑一些预期 受惠的这个领域包括消费股啊 还有这个旅游股的很多人都在提 那你觉得公积金局这样子的一个举作 受惠的单位有哪一些呢 好刚才我所说的就是25到30%的人 其实真的是很应激的 75%的人如果有一半的以上的人呢 是拿来去投资啊 或者是消费的地方的话呢 基本上就会提高消费股的利益了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 如果这个75%的人拿这个10千块 出来去旅行啊 或者是去消费啊 这样子肯定会帮助到这些 比如aviation 就是航空行业 然后旅游行业 好像更加马来西亚 可能有一些人也是需要拿钱出来 去买车 或者是买物质 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 也是可以来应急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情况之下 consumer sector 一个比较blog一点来说呢 就是消费股呢 比较有受到利益的板块 可能这样子也会提整整个经济发展嘛 对全国也会是好事来的 对对对 这个也是政府的最终目的 对那今天我们就谢谢李玉的分享 好谢谢谢谢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 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十二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BFM财经 和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专页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